全国女竹锦标赛今天刚刚结束 长春九营朱令女竹 在冠亚军的决战当中 以3比0击败了北京女竹 获得这次女竹锦标赛的冠军 同时她也是未免冠军 这场比赛吸引了非常多的球迷关注 一方面我们想看一看 长春九营朱令女竹能不能够未免 同时我们也想看一看 北京女竹有了王珊珊的家门之后 王珊珊是这次的女竹亚洲杯的 最具价值球员 为女竹夺冠立下了汗马功劳 所以我们都想看一看 王珊珊加门北京女竹之后 北京女竹磁力增加了多少 那么这场比赛双方拼墙都很激烈 应该说攻防的转换速度都很快 王珊珊在前场制造了很多个好球 可惜队员之间的配合好像还不够熟练 这些机会稍中济世啊 没有能够转化为进球 而相反长春女竹的前场 由乌日古莫拉和宋端互相配合 抓住机会在上下半场 打进了三例进球 最终以3比0击败了北京女竹 北京女竹获得这次竞标赛的亚军 上海女竹获得了季军 今天的比赛当中 同时有许多球迷非常关注 穷州女竹和江苏女竹的这场比赛 为什么会关注 因为江苏女竹的主教练是陈婉婷 而陈婉婷是穷州女竹的前任的主教练 前任主教练陈婉婷带队向穷州女竹 就只自己的子弟兵进行对战 大家都想看一看穷州女竹的现任主教练 资金金怎么应对战绩会如何 那么这场比赛 穷州女竹依旧打出了拼搏的精神 永不放弃的女竹精神 结束的哨应未响 拼抢不会停止 不过江苏女竹毕竟是去年 女超联赛的亚军 尽管走了很多主力队员 但是基本的实力还是在的 最终陈婉婷带领的江苏女竹 以4比0击败了穷州女竹 全国女竹锦标赛 作为国内今年首先开场的一场重要比赛 各支队伍都把它当作是一场热身赛 本着锻炼队伍为后面的联赛练兵的目的 这目的我想大家都是达到了 4月份女超女甲的联赛都将陆续的开展 这才是今年年度里边女竹的大戏 探望所有的球迷继续关注女竹 关注你喜欢的球员和教练